I just want you to know 怎麼? 我的手機 拍了 是我手機中了病毒 應該是我上次介紹 virus 後來 就中了 用病毒來 我來幫你 是誰 我是放火槍 我要重新等我 把火槍弄 好 放過去 嘿吧你好 大家好 我是在來小隊 那今天做我們的Animax 4月10號到了 我要介紹這個卡一定很熟悉 就是南地的王牌了 那就是那個黃火槍啦 對 就是他啦 對 好啦 修卡 防火牆龍 在看到騎士片呢 有時候他在跟走輪大人進行追戰 有時候他的命要多少 所以他使出他必殺技 對 類似很像我們玩的丟令一樣 只不過 佐倫他講 他玩大師規則 然後 有時候他就這樣 OK 我們換場地先 有時候直接令出來 防火牆龍 然後佐倫大人 直接躲他的卡來試看 不過 有時候還是有辦法拿回的 防火牆龍發行為 Corner of the Duel 他效果耶 這個卡場上表車表是存在只有一次 以最多這張卡互相連接的怪獸塑料自己的或者對方的目的的怪獸作為對象發動 但是在死卡真的是很OP 像是扣血的防火啊 馬獄者一起 或者是如果對方用G的效果的話 直接抽乾的話 也是可以GG 不過Kaser直接抓他 Kaser看到防火牆龍太過歐多了 所以Kaser在2018年的1月 讓他限制他 不過在2019的1月呢 馬上立刻禁止他 這個卡是唯一一張的 難易的王牌被禁了 然後呢 要出了新的禮盒 20周年了 直接復刻解馬魚者 沒有復刻 防火牆龍 不過到了今年2021呢 1月份呢 防火牆龍終於開放了 不過他改的效果是 這個卡12效果只能一回合使用一次罷了 然後今年的1月呢 變成限1 4月限2 再慢慢到7月了 正式當地釋放 我們介紹到相關系列卡吧 安全龍 當這個卡一回合使用一次罷了 只知道卡表色表色存在只有一次 這個卡互相連接狀態的時候 打到以對方場上一隻的怪獸 作為對方才可怕的 但是怪獸就回到自由者手法 這個卡是小型的好好槍喔 而且是用紅色來代表他 代理龍 自己廠殺的卡被戰鬥破壞 或是效果破壞廠殺時候 可以作為代替呢 把這個卡連接去 一隻自己的怪獸破壞 防火超越龍 超量當中的時候 這個卡衝擊提升 和這個卡成為連接狀態 連接怪獸 連接標記數量500 這個卡兩張超量素材取出 自己的目的一直連接4了 電子戒足了連接怪獸中的對象發動 二隻怪獸要把這卡成為連接狀態 自己的場合特招 這個卡效果發動後 直接回合結束自己 不能把怪獸特招 不能直接攻擊 防火龍按鈕底 這個卡連接成功時候 可以發動 記得目的電子戒足的種類 要有儀式 融合 恐怖 以及超量 數量表示這個卡指數給這個卡 這個卡攻擊戰鬥階段時候 指數數量提高2500 如果對方怪獸發動效果時 這卡一個靠著取出才可以發動 那個發動就無效 這效果這卡攻擊炫躍時 傷害步驟結束才可以發動 這卡再一次可以進行攻擊多一次 這卡還可以配到一個女士一起 以上是黃火牆樓講解了 好啦 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中擊 超級無敵喜歡我的影片吧 直接按LIKE Shake給我看 如果你謝謝朋友 記得按小鈴鐺 記得按小鈴鐺 以及小鈴鐺給我謝謝 放心這個五個火車會有的 如果真的你是跟我講 我就用黃火箱跟他對抗就好 沒有,看我吃飽 好,等會兒回新聞吧 Ciao 來來來,又再更新了這個黃鬼 那這一次呢 我們先看這個圖案 來,10秒鐘開始 那記得啦記得 那先安裝鈴鐺你就記得啦 可以啦,拜拜